先吃一下 先吃一下 我有点饿了 抱歉 很尴尬 我饿了 他这个弄的很好吃 他首先是一手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应该是 他这个做法很惊奇 他应该是把这个肉搅碎了 然后再做成了 再加上面粉在旁边搅起来 然后配上这个辣椒 这应该是牛油辣椒吧 然后这个料里面 我感觉肯定加了一点点番茄吧 为什么这种辣中带甜的感觉 有点过分了 然后再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鸭的那个 什么粉吗 我们尝一下 尝一下 嗯 这不是粉 他是 他是把什么切成条状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把它切成片状 这是一种瓜类 忘记是什么瓜了 不是宽粉 他整体的整碗东西的基调定的很好 这种甜辣的感觉实在让人难以抗拒 再就是这首精髓小火腿肠了 这应该是灌肠 嗯 嗯 哇 这个灌肠表面上甜辣酱在的情况下 是不是 这个味道完全没有入进去好吗 但是刚好没有入进去的时候 它里面咸咸甜甜的感觉 完全跟这个外面这个甜甜甜的 这个辣辣甜甜的感觉 形成了完美的融合 没错 就是这个 太过分了 你像别的东西它都是入味了 吃的是食材 以佐料的激情碰撞 而这根香肠它保有了自我 好吗 嗯 这什么 这牛肉吧 是的 这块牛肉 是属于正常的 因为牛肉我感觉都差不多 它只要经过机器 经过机器加工 从机器里面切出薄片 我感觉都差不多 那一刻它丧失了它本有一个灵魂 懂意思吗 所以你经常 感觉牛肉大概都是怎么样 但是这一片牛肉 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牛肉片 它没有被机器给加工过 我们来尝一尝 太棒了 这个没法形容 其实也就马马虎虎 玩牛肉 牛肉就是大都差不多就这样吧 嗯 可以 可以 这个牛肉 这个牛肉是牛筋肉 我看出来了 我做不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传说中的鱼豆腐吗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 在这一刻 仿佛有一条活着的鱼在我口中里面跳跃 你敢信 我没想到这个鱼豆腐 在这种甜辣的外表包裹之下 我还能吃出 鱼肉的Q弹 是个好鱼豆腐啊 好了 这里面所有的食材我都吃完了 真棒 问题不大 最后来口牛肉片 本场吃饭就大吃结束了 冬天里的 火锅食材 太棒了 嗯 嗯 嗯 啊 辣辣甜甜的感觉 很好 大家吃饱了吧 吃饱了也真好 嗯 啊 下一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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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 哇 嗯 感谢观看